今天又是阳光明明的一天 我是小马 小马的象律可以长出来了 我每天都要在我的菜牙子看一下 我妈是看菜 我是看这些花花草草 看长得怎么样 花长得挺不错的 今天另外一位客人 内蒙的客人 小马是之前跟他们说过的 商量好的 可以拍啊 因为很多人的身份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方便拍 有些人不方便拍 他们这里面在 只会在里面休息 今天天气特别热 38度 看 这四个叔叔 从内蒙过来的 是哪个城市啊 我还没问呢 我后头说 你们坐你们坐 他们三上齐人的 我们已经到成了家人了 成了家人了 吃干锅吃西瓜 来了就要那个啥呢 来了就要那个啥呢 休息好吃好 新年的美食 新年的美食 新年的美食啊 怎么样 这一路来伊犁怎么样 哎呀 我们是冲着伊犁的美景来的 更重要的是冲着你这个 网红娘的 别别别别 其实确实是 太太就小马了 伊犁的那个赛里木湖 那个薰衣草 还有这个 我们前天去的还有哪呢 这个美景实实在在的是 吸引着我们从这个 内蒙驾车而来 但是呢 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第一次 但是我们内心所 这个更向往的呢 就是在网上看到你这个视频 想在这小院里面 在你的凉亭下 小杯小清茶 可以可以 小爷子下下棋 下下棋 对 这样我们景观的东西 人文的东西 都能够体会到 同时呢 透过视频呢 也真正感受到了 小马哥的热情 好吧 那就好 伊犁人民的热情 小明让你们失望就好 我们还期待着那个 等一会儿丰盛的这个 精美的这个可口的 午饭 午饭是吧 这也是我们垂涎已久的 午饭小马准备的是 加长菜嘛 那个加长拌面 吃面是你们可以吃习惯吧 一样的是吧 一的嘛 反正就是我们院子什么 种的豆角啊 茄子啊 炒几个 炒几个菜 加长面嘛 没问题 好吧 那你们就 对对对 然后你们休息一会儿 那边有干锅水果 你们上点休息一会儿 小马进去去忙活一会儿 好 好好好 我妈每天就收她这个菜 菜里的菜 那啥 葱羹子是吧 长这么大的一切 炒几个菜嘛 这四个讲床菜吧 嗯 都是什么菜啊 毛芹 一个豆角 辣子肉 一个茄子 都是颜色的菜嘛 茄子 毛芹 豆角 辣子肉 嗯 夹食 可以了 惨劲 这几个菜 拌面真正应该是一绝 辣子丝炒肉 把肉调香放点土料 酱油 花椒粉 盐巴 就吃了什么气味 还是出色 嗯 炒到一起当着 越来越来越香越了 然后放入盐子 辣椒丝 这辣子辣的嘛 跳火一下就出来了 夹长菜嘛 我外面就闻着这个毛芹的酱油 啊 像是 这些 都是油的 我那个小的就来这儿 能这个吃上这个 加长饭 哎呀 今天终于实现了 没有菜 没有菜 这是来到伊犁最大的美景 哈哈 新疆又嘛 就吃拌面 哪都吃拌面 菜头加上吃 行 来我这是工块 我没有剥的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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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儿呢 尤其是在描述 假说是 这个吃的时候 当地人呢 叫做啥 叫做 Rufa 对 嗯 一个是 三个月 嗯 那就是 Rufa 对 蒜 蒜 这有蒜吧 好好好 小马 小马 那一筷子夹起来 哎呀 看着很香 嗯 吃吃吃 不要客气 如愿以偿啊 从千里之外 跑到这个 伊犁来 追求美景 同时呢 来到了网红 小马家 啊 这是我们有可能会 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 啊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么高的评价啊 真的 对 因为在网上呢 仰慕已久了啊 今天终于呢 实现了我们旅游的最终的一个复苑啊 都放点菜啊 小马一家人也非常的味道 做得好啊 非常的体贴啊 妈妈的饭 早就这就是 滴滴道道的 妈妈的味道 家的味道 哈哈哈哈 尝尝怎么样 嗯 尝尝 小马里有鞋 嗯 我们是因为这个长爱上的一个人啊 啊 然后验了自己的菜嘛 自己的菜 家的味道 嗯 这全是验了自己的菜啊 尽管现在嵌在千里之外的衣服 但是我们就如同在家一样 根本没有上距离上的差别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一种不言而喻的亲情呢 和我们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对对对 尤其这种那个妈妈准备的饭 对对对 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人的亲切 你家的味道 对对对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 也希望呢 呃 通过视频呢 能够有更多的人呢 来了解小马的事情 关注小马的事情 这是一个窗口 这是一个了解 走进伊犁美景的一个窗口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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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苦蒜 嗯 就是 慢慢吃